提摩泰前书,第一章,奉我们,救主神,和我们的盼望,主耶稣,基督之命,做耶稣,基督使徒的保罗,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泰,愿恩典,怜悯,平安从,父神和我们,主耶稣,基督归于你。 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,曾劝你仍住在以夫所,好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译到,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。 这等是支声辩论,并不使人在敬虔的信仰上得到造就,如今我还愿你这样行。 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,这爱是从纯净的心和无愧的良心,无伪的信心生出来的。 有人偏离这些反求虚妄的议论,想要做交法师,却不明白自己所讲说的所论定的。 我们知道,律法原是好的,只要人用的何以,因为律法不是为人设立的,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,不虔诚和犯罪的,不圣洁和恋世俗的,是父母和杀人的,行淫和亲男色的,抢人口和说谎话的,并且假释的,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是设立的。 这是照着可称颂之,神交托我荣耀福音说的。 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,主基督耶稣,因他以我有忠心,派我服侍他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,逼迫人的,伤害人的,然而我还蒙了怜悯,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。 并且我们,主的恩是格外丰盛,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。 基督耶稣将士,为要拯救罪人,这话是可信的,是十分可佩服的。 在罪人中,我是个罪魁。 然而,我蒙了怜悯,使因耶稣,基督要先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,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。 但愿尊贵,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,不能看现永世的,君王,独一全治的,神,直到永永远远。 阿们,我儿提摩泰啊,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,将这命令交托你,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。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,有人丢弃良心,就在信仰上如同传破坏了一般。 其中有须米乃和亚历山大,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,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亵渎了。 提摩泰前书,第二仗,我劝你,第一要为众人恳求,祷告。 代求,感谢,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,也该如此,使我们可以敬虔,端正,平安无事的度日。 这是好的,在神我们救主眼前可蒙悦纳。 他愿意众人得救,明白真理。 因为只有一,神,在神和人中间,只有一众宝,乃是将士为人的基督耶稣。 他舍自己做众人的赎假,到了时候,这是必证明出来。 我为此奉派,做传道的,做使徒,我说的是,基督里的真话并不是谎言,做外邦人的教师,教导他们信仰和实理。 我愿男人无愤怒,无疑惑,举起圣洁的手,随处祷告。 又愿女人廉耻,自首,以正派衣服卫装饰,不以鞭发,黄金,珍珠和贵价的衣服卫装饰。 只要有善行,这才与自称是静,神的女人相依。 女人要沉静学道,一味地顺服。 我不许女人做教导,也不许她狭管男人,只要沉静。 因为先造的是亚当,后造的是夏娃,且不是亚当被迷惑,乃是女人被迷惑,陷在罪里。 然而,女人若长存信心,爱心,又圣洁自首,就必在分娩上得救,提摩太前书。 第三章,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,就是切勿善功。 这话是可信的。 做监督的,必须无可指摘,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,有节制,自首,端正,乐意款待人,善于教导,不好喝酒,不打人,不贪不义之财。 只要忍耐,不争敬,不贪婪,好好管理自己的家,端端庄庄的使儿女顺服,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,她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? 出入教的不可做监督,恐怕她自高自大,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 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,恐怕被人毁谤,落在魔鬼的网罗里。 做执事的,也是如此,必须端庄,不一口两舌,不好喝酒,不贪不义之财,要存纯洁的良心,固守信仰的奥秘。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,若没有可指摘之处,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 他们的妻子也是如此,必须端庄,不毁谤,有节制,凡事忠心。 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,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。 因为善做执事的,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,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上大有胆量。 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,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。 倘若我担言日久,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 这家就是永生,神的教诲,真理的注释和根基。 大灾,敬虔的奥秘,无人不以为然,就是神在肉身显现, 在灵理称义,被天使看见,被传于外邦,被世人信服,被提进荣耀里,提摩太前书第四章。 灵现在明说,在后来的时候,必有人离弃信仰,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。 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,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灌了一般。 他们禁止嫁娶,又禁戒实物,就是神所创造,叫纳心而明白,真理的人敢卸助领受的。 凡,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,若敢卸助领受,就没有一样不可受的。 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,便是耶稣,基督的好执事,在所信的话语,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的疗养欲。 只是不可听从那世俗的言语和老父荒谬的话,在敬前上操练自己。 操练身体,益处还少,唯独敬前,凡事都有益处,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。 这话是可信的,是十分可佩服的。 我们劳苦受辱,正是为此,因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。 祂是众人的救主,更是信徒的救主。 这些事,你要吩咐人,也要教导人。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,总要在言语、行为、爱心、灵性、信心、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。 你要以宣读、劝勉、传道未念,只等到我来。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,就是从前借着预言,在众长老暗手的时候赐给你的。 这些事,你要默想,并要在此专心,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。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道理,要在这些事上横心。 因为这样行,又能救自己,又能救听你的人,提摩泰前书第五章。 不可言则老年人,只要劝他如同父亲,劝少年人如同弟兄,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,劝少年妇女如同姊妹,总要纯纯洁洁的。 要尊敬那真谓寡妇的。 若寡妇有儿女,或有孙子孙女,便叫她们先在自己家中学住行校报答亲恩,因为这在神面前示善的是可悦纳的。 那独居无靠,真谓寡妇的是仰赖,神昼夜不住地祈求祷告,但那活在燕乐中的寡妇正活着的时候也是死的。 这些事你要嘱咐他们,叫他们无可指摘。 人若不看顾亲属,就是背了信仰,比不信的人还不好,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 寡妇记在册子上,必须年纪到六十岁,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,又有行善的名声,就如养育儿女,接待远人,洗圣徒的脚,救济遭难的人,竭力行各样善行。 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,因为她们的情欲发动,违背,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。 她们被咒诅是因丢弃了起初所存的信,并且她们又习惯懒惰,哀家贤友,不但是懒惰,又说长道短,好管闲事,说些不当说的话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妇女嫁人,生养儿女,持家有道,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,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。 信主的男人或妇女,若家中有寡妇,她们就当救济她们,不可累着教会,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。 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,当以为配受双倍的敬奉,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,更当如此。 因为圣经上说,牛在场上踹骨的时候,你不可拢住驼的嘴,又说,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。 控告长老的指控,非有两三个见证,就不要收。 犯罪的人,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,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。 我在神和主耶稣,基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,要遵守这些话,不可存成见,行事也不可有偏心。 给人行按手的礼,不可急促,不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,要保守自己纯洁。 因你胃口不清,屡次患病,再不要照常喝水,可以稍微用点酒。 有些人的罪是明显的,如同仙道审判案前,有些人的罪是随后跟了去的。 这样,善行也有明显的,那不明显的也不能隐藏。 提摩太前书第六章,凡在恶下做仆人的,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,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。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,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,更要加以服侍他,因为的服侍之一处的是信道蒙爱的。 你要以此教训人,劝勉人。 若有人传一教,不服从我们,主耶稣,基督纯正的话语那合乎敬钱的道理,他是自高自大,一无所知,专好问难,争辩言辞,从此就生出极度,纷争,毁谤,妄疑,并那坏了心术,失丧真理之人的争敬。 他们以得利乃为敬钱,这等人你当远利。 然而,敬钱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,因为我们没有戴慎魔到这时上来,也必不能戴慎魔去。 只要有衣有食,就当知足。 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,就现在迷惑,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,叫人淹没在灭亡和沉沦中。 贪财是万恶之根,有人贪恋钱财,就被引诱离了信仰,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 但你这属神的人啊,要逃避这些事,追求公义,敬钱,信心,爱心,忍耐,温柔。 你要为信仰打那美好的仗,持定永生。 你为此备照,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,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。 我在教一切生活的神眼前,并在向本丢,底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, 要守着命令,毫不玷污,无可指责,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。 到了日期,那可称颂,独有全能的众王之,王,众主之,主必显现出来,就是那独一不死。 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,是人未曾看见,也是不能看见的。 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。 阿们。 你要嘱咐那些金氏富足的人,不要自高,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。 只要依靠那厚次百物,给我们享受的永生,神。 又要嘱咐他们行善,在好事上富足,甘心施舍,乐意供给人, 为自己继承美好的根基,预备将来,叫他们持定那永远的生命。 提摩泰啊,你要保守所托付你的躲避世俗的虚谈,和纳迪真道似是而非的科学。 已经有人自称有这学问,就偏离了信仰,愿恩典常与你同在。 阿们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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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们。